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悟有本觉和始觉 本觉是什么呢 有些人从小就知道尊重人 有些人从小就知道坏事不能做 骗人不能说谎话 这就叫本觉 他本来就很觉悟 他本来就懂很多事情的 始觉是什么呢 当你在学习之后 当你在碰到灾难的时候 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刚刚才明白 哦 原来做人要先为人家想 人家才会为你想啊 这就叫始觉 你开始觉悟了 你开始明白了 所以有本觉而起始觉 因为你有这个本性在那里 做在那里 因为你知道做人要讲良心 所以你才开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才会有良心 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事物 当你求得到的时候 你都要付出代价了 这是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而当你开始做的时候 你就是开始觉悟了 所以有本觉而起始觉 又有始觉 以正本觉 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今天知道这个事情要不能违背良心去做 所以你开始去做了之后 所以你开始去做了之后 哦 你看我一做了之后 原来啊 真的是这样 人家知道我良心好 人家也对我好了 这就叫以始觉 以正本觉 你刚刚开始明白的道理 你才跟心合而为一啊 你心里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你开始觉得 所以始本合一啊 也就是说 开始和你的本来的面目合则一 那你才能修成佛呀 你的良心和你的行为 和你现在所有做的 开始做的事情合而为一 你才慢慢的成为佛菩萨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呢 是心要长 眼睛 心明要眼亮 心里明白 眼睛才看得出好人坏人 很多人被人家挑拨离间了 看出去明明是个好人 他非常仇恨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心不明 所以他眼就不亮 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 由心而起明 觉有本觉使觉 也就是说要觉悟啊 啊 我们学佛一定要以觉为中啊 当你觉悟了 你什么事情都没了 当你不觉悟的时候 你觉得天地全部都要摊下来了 这就是最最不一样的地方 听众朋友们 我们就是要以平等心去待人 我们就是要看得起人 我们不能跟高我慢 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菩萨给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那是本来就有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迷惑 让我们不能发觉你本来就有的东西 尤如一个人 一直戴着手套在做事情 他戴着手套使他很多事情他就做不好 有一天 他把迷惑去除了 就如他把手套摘掉一样 你看他的手指是这么的灵活 如果你戴一副免手套的话 那就是比方你的夜上太重 已经把你的手指 本来很灵活的手指 全部的遮住了 使你动弹不得 这就是人间所为 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 生在江湖 生不由己 思想一下 什么叫生不由己 生是由你自己造 你如果不能控制自己 那你就失去了 一个开悟人生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真正的开悟 你就失去了一个 以自己的智慧 来接通菩萨的智慧的机会 因为你的身不能由自己控制了 所以你才会做出一些 贪章枉法 淫乱各方面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要控制自己的灵魂 要控制自己的思维 让他远离贪嗔痴慢 我们才能进去 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境界 提高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佛菩萨的位置 所以学人把菩萨先学好 这就是我们最最重要 修学的第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